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现在的新女性叫的都叫回床绿 就说那个男人怎么样啊 回床率高不高 反而香港这方面流行用语比较小变化 比较小说不像台湾经常有新的用语出来 说炒饭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黑秀 黑秀 香港而来去去都是几十年前那一套 对对对 你说都是几十年前那一套啊 我倒想起一个题目了 咱们可以聊一聊 尤其是许安华导演你可以聊聊 最近这个很多人在争论 香港电影已死啊 这个有人考证说最早是一九九六年 明报月刊有人写过一个文章 就叫香港电影已死 前一阵又说什么尔东生 讲香港电影已死 但是黄百明又出来说 香港电影没有死 我不还活着吗 就等等 反正关于这个话题讨论的比较多 我不知道你是整个经历了香港电影 这个这么多年呢 你你你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即使是变化很大 就是我觉得没死了 就是比如现在很大部分的影人 都是都国内去拍合拍片 那么合拍片也是 你不能完全叫它是香港片 可是也有香港人参与的嘛 那么只不是有一个变奏 然后如果是说谈本地题材的戏 就拍的比较少 而且是小规模的 可是还是有人拍 然后恐怕它如果有本地市场 是不能支撑这些电影的 那么如果那个产本低一点 有可能 那么那么我感觉 还是这个方式生存着了 嗯还是生存着 不不止生存 我感觉到这是一直在变化嘛 因为我感觉到那个变化 其实应该是往好 在我看来是往好的一方面变 怎么说呢 九七年以前的香港电影 这是香港电影的嘛 我觉得九七年以后的香港电影 一变就变成说中国的香港电影 不一样了 整个座标放大了 回归了嘛 对不对 香港是中国嘛 香港的 中国的香港电影 然后合拍什么 它随着整个香港跟中国的关系 来变化 来扩大 以前很多香港的导演啊 因为市场的关系啊 只能拍 而且被逼着拍本土的电影 因为回收很快 全部是卖户啊 甚至电影不用拍啊 我先写一个计划书 我的演员是 导演是许安华 演员是斗文涛 已经可以卖到 卖到收到请回来 已经可以卖给南洋啊 东南亚了 他没拍就赚钱了 对 然后就乱拍了嘛 坦白讲 所谓香港的 有人从数量来说啊 说所谓香港的黄金年代 比方说80年代 一年什么拍几百部片 什么 说那个时候 郑玉玲有个类话叫 郑九祖嘛 对对对 一天跑九个摄影组 可是我们摊开来看 那些电影是什么电影嘛 百分之九十九十五 可能是不会楼下来的电影 根本不能看的电影 坦白讲 作为一个比较认真的观众 可是现在我们开始可以期待了 我告诉你 可以期待说香港呢 哪些导演 哪些演员 他去大陆 跟哪些producer 哪些剧片合作 跟哪些内地的演员合作 我们可以有个期待 我觉得是完全把香港的游戏 放大了 我觉得是好的事情 你觉得是好的 不仅没有死啊 我想起贾江科一部电影 那部电影好像叫做《世界》 《世界》 到最后一段啊 男女好像吃 要自杀 服毒自杀 结果死不了 两个人醒来之后呢 女的就问男的 我们死了吗 男的就说 还没有 还早了 我们才刚开始 我觉得香港电影才刚开始 黄金岁月还在前面 但是我们像我们这些大陆人 你知道这些港产片 为什么我们都爱聊这个港产电影 因为在我们成长记忆中啊 那真是有过黄金岁月的 我觉得 因为他们也是老是在讨论 为什么这个香港身份啊 什么的 一定保留一下香港片的特色 可是现在我们如果回去拍八九十年代那些喜剧啊 唱战片 我觉得很旧 因为这个你的那个身份 其实是不停地在变的 跟着那个状态 所以你还是回去拍所谓 那是本土电影 受到欢迎的那些东西 就你会回到旧的东西 也有可能 现在可能这个香港人的想法也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呢 你觉得 我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感觉是 我以前九七以前 我自己也是不停地想着移民的 我从来没有想 移民到哪里 去美国去英国 去新加坡啊 我觉得都可以 问题是我的朋友全都是移民 然后又回来又走 然后我认识的人都是这样 有能力的都会移民 那么我上一代也是移民的嘛 你问我 我一直好好的在工作跟生活 可是我从来没想过我会久留的 嗯嗯 可是 可是现在呢 我现在是想我不会走了 因为一个是我年纪大 另外一个是我也没有什么理由要走 然后 然后我就想 哦 如果你想着你要留下 跟你想着随时会走的 是两套不同的心态 哦 现在我感觉大部分的香港人 是没想到要走的 没想到要走 如果没想到要走呢 一个是他们会特别安分 另外一个是他们会特别激烈 嗯 那两个极端呢 都会发生 嗯 那么然后重新探讨自己的 因为香港以前所谓 香港的人的身份 跟香港电影好的地方就是 他随时在变 嗯 我记得延号开始的时候 到家豪是个大公司 他就说 这个公司好像随时会关门 随时会走楼 会走的感觉 因为他们就是没想到 长远计划 可能除了造势以外 我说 我所认识的所有香港电影公司 都是一个是一片公司 没有把这个门烂看得很 很重要 嗯 这个公司 然后只是拍了片就行了 然后拍了就跑了 像打打游击舰 所以他们政界都有人说说 香港人过去有成功经验 叫塞得走 香港人从来都是都跑到那去 看那有机会 趴跑到那去 塞得走 和塞得走路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记得我看过你讲过一句话 给我印象很深 他说这个香港啊 是华人的码头 就是这个历史上好像很多 你比如说你到外国的 你也是在香港住一住 或者有些人在香港住了几年 又回到了内地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码头啊 他也需要一个固定不变 所以呢 就变成就像你刚才讲的 他要找一种什么身份呢 还是认同感 用大陆的词叫什么核心价值观 这个过去香港的电影感觉就是 我觉得那就是塞得走路 就是拍什么好 大家就去拍 反应是相当的快 现在你看 反正你看北京那边聊 就是说十月围城 这部电影 认为是香港电影 在这个新时期啊 找出路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尝试 就他开始找跟这个 很大的大陆历史上 甚至是中华民国的历史上 孙中山 找到一些勾连 但是又能跟他香港本土的一些草根 甚至是一些武侠 这些东西 找到一种一种相结合的点 我觉得说 坦白讲 你刚说的那些对于香港电影的感觉 我觉得很多是从内地的观点来看 其实香港一直说对于自己身份的模糊变化 一直都实以为常 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地方 反而很多内地朋友就说 你看变了 你们香港失去了所谓的 失去了本土性 OK 可是站在香港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本土性本来就一直在变 没有说失去 所以不会担心 基于说你说十月围城啊 比方说跟中国的历史 接轨这个 以前香港的电影一直都有吧 而且把香港的观点放进去 我印象深刻 最深刻的一部 接轨的电影是什么 周星奇的陆顶记 OK 他不是找回说陆顶记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嘛 对不对 讲那个反性复明等等故事 其中当时啊 不断重复来强调一句话 叫说 只要老百姓生活的好 对对对 管他谁当皇帝啊 管他是外国人 还是汉人 还是什么 这种就是香港的观点 放进一个大历史里面 还有另外我记得 好像有一位导演 陈家相 他好久以前 十多年前 拍了一部片叫 马永珍 金五门啊 金五门 里面也是 像李小龙的那些电影 对对对 日本人里面有好人 华人里面有坏蛋 香港人从来看事情 不会黑白分明的 所以我觉得 不必太担心 香港电影的变化 对 我觉得现在是 自己理一理 理顺了 以前什么是好的 比如那种包容性 那种各种多元化 然后再找一些 比较基础的核心价值 两个一起呢 就就就会好了 其实现在说这个核心价值啊 大部分背后呢 还是个商业 比如说人们之所以认为香港电影 以此有人有这种论调 也就是说你六百万的人口 这个小的电影市场 你这个光靠这个市场 而且那个北望神州啊 这个诱惑 没有人能够抵挡 就是说你明显的票房 多么大的利益在这里面 所以呢 你的价值观上 也必须是不是有所认同呢 我觉得 因为大家 我 我觉得除了非常少数的人 人家都是想拍一些戏 完了 找生活 要不赚钱 那你跟大陆合派 也能做这个 你何必一定要趋你说 这是一个很有本土意识的香港片啊 以前的本土意识 就是因为他 他只有这个意识 然后他卖卖座 能找生活 我觉得只是 我觉得问题是 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好 而不是 想着一个 这个身份的问题来拍戏 我觉得会 当然你要认识你的身份 可是我觉得 不用趋你于 是不是一个香港本地的故事 没有身份 也不是就活不下去 对吧 那个身份变了 变了 身份变这个很重要了 文涛我们想一下 我们倒过来 从香港人的眼光 来看中国的电影 像我看 特别像冯小刚 最近几年一些电影 我觉得也 好像中国 没有中国的身份的 我印象中的中国电影 都是要 讲那个很伟大的理想 什么爱国等等等等 可是我们看到 冯小刚一些城市喜剧 比方说 《非诚勿扰》等等 我觉得以前这种电影 应该是由我们香港人 来拍才对 怎么想起来 中国大陆也处理了 很多城市的题材 而说活在都市里面 男女什么 男欢女爱 或者说种种 很有幽默感的题材 我觉得以前这种 非常香港的嘛 那后来我 除了冯小刚的电影 我也看了不晓得 内地的电影 都是处理的非常港位十足 香港味道 那后来我注意到 原来看他们幕后工作名单 很多编剧 什么导演 都是香港去的 所以说 从香港的角度来看 假如内地觉得港片变了 港片已死 我觉得中国病也病了 那变得太大了 中国病也死了 那变得太大 但是你比如说 像是冯小刚的 他很多北方人的这种幽默 这也有文化因素 在香港好像就 大家不大能懂得笑 对吧 就是这个 也是有个文化的差别 我觉得当年 你看我想 脑子里这个港产片的 这个所谓黄金时代的记忆 对于大陆人来想 有时候对周星驰 比如说也存在误读 就当时他在香港怎么样 但是莫名其妙 大陆的大学生 突然间就觉得 周星驰是文化偶像 所以有的香港影评人 我看就在讲 说你周星驰之前 你们没有看过许冠文 就所谓这种无厘头 是吧 他不是说是周星驰 这个石头里蹦出来的 他是有渊源 再有一个 我觉得大陆的这种印象 比如说当年最早 我这个青春期 这个姓萌动的时候 我记得我是看一个三校港产片 哎呦 这个觉得是夏梦啊 还是谁呀 给我一个小时候的性幻想对象 然后到后来呢 就还有一个什么巴士奇遇 节良园 我们知道 哎呦 港库 那个时候的我们这个高中生啊 就学香港的喇叭裤 就绷着个屁股 下面甚至男的穿高跟鞋 从那儿给我们带来的印象 到后来再看就是那个英雄本色 吴宇森周润发 那种热血激荡 甚至到后来来了香港 有些北方人还说 说香港这地方不讲义气的地方 他们怎么拍了最多的这种哥们义气 兄弟情深的这种电影呢 说真是没什么拍什么 越没有的越能够拍得出来嘛 对 因为观众喜欢看嘛 觉得自己都是这样 就那我个经常感觉啊 不是香港电影退步了 当然香港电影更没有死啊 是中国观众进步了 而且整个中国社会变化了吗 有点有点 那个时候我们看香港电影 有点像看西洋景啊 对 因为是是是是 闭关锁国多年 一打开啊 这是 而且别忘了全球化的问题 特别在中国大陆 可以到处很容易看到 那个翻版光碟 全球的不管 全球的艺术片商业片 怎么片 现在的80后90后的观众都看了 整个眼光 整个视野格局大 回头再看港片 就觉得 小了 对 所以港片没有死了 是内地进步了 所以许昂华导演就拍了个 更小的天水围的日业夜 微观世界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许童言 你看现在说这个香港电影机上奖 每年得奖的 好像这个大陆的演员越来越多 你觉得两地有什么不同啊 在这个演员方面 我觉得好的演员 其实都差不多好吧 不过国内的演员就有那些课班训练 就比较台词啊 什么都比较讲究 然后比较讲究方法 比较讲究方法 合作的态度呢 因为我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内地的演员 就不太受导演 不太受导演控制的 或者说内地的演员比较分 假如他一看你是 他佩服了导演 他就那个 听你的 全部听你的 可是对其他 他不觉得他佩服了导演 他完全不听他 甚至倒过来控制导演 有这个说法 我觉得其实是个人的问题吧 我觉得可能有些 在香港的比较大牌的演员也会 如果他不服那个导演 我觉得不是大陆跟香港的分野吧 我觉得你像这个 当年这个冯小刚 这个冯小刚口出狂言 他说过一个 他说这个现在这个大陆的这个演员 还没有一个 说是真正有票房号召力的 他指那种恐怕 就是像好莱坞那种票房巨星 就是说因为他演 我们就能进电影院 他指的说现在还没有 但是有些人反倒觉得呢 当然大陆演员 有大陆演员的魅力 但是这让我想起一个什么呢 他们在聊香港电影的时候就讲 说像过去大陆导演 虽然也拍城市生活 但是缺乏城市感 但是香港电影啊 他比较拍出城市感 比如重庆森林 甚至像望角尖沙嘴 这些地方 他给你一种城市感 那相应的咱们说演员啊 比如说这个梁朝伟 比如说张曼玉 这些呢会让你想起某种调调 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说张爱玲小说里的味道 或者他们有这么一种味道 你觉得这个跟香港的这个城市味道 是不是很有关系 这些演员的调子 对 一定会的 是吧 就是我们为什么像有些很多大陆影迷 他都会很迷梁朝伟张曼玉 觉得他们身上有那么一种魅力 有那么一种味道 我也不好形容到底是什么一种味道 简单来说就是明星的味道 那个欣慰是要在城市生活里面 你懂得那种生活的仪态 穿同样一件衣服 怎么样穿法 怎么样个做法 怎么样个表情法 我觉得可能是城市人不一样 那大陆你刚刚说的那个文涛说的 让我想到说贾江科 又想到贾江科 他以前有一阵子好像跟冯小刚 刚刚我忘记是谁了 假如讲错不好意思 有过一些争论吧 争论什么城市 什么拍城市电影 我记得贾江科讲了一句话说 别装了 我们谁不是农民啊 你以为你拍了城市电影吗 里面都是农民的土气 好像是大概的说法 就是说假如你没有那种成长的 城市生活经验 而且很长期的 就算你去拍城市的题材 也很容易了 来露底 把那个底露了出来 是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注意到最近这个许导演 好像流露出点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呢 黄昏之感呢 说是我都过六十了 难道我拍电影能拍到九十岁吗 是啊 这你是什么感觉呢 觉得香港电影 不跟香港电影没关系 跟你说人有关系 那你现在比如说拍的这个电影 你要不要考虑大陆市场呢 我当然 我现在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是这样 我就是觉得我能拍我就拍 我有喜欢的题材 如果这个题材不能来大陆 可是老板很投资 那我就拍 我也不是赌气 我是想拍一下 我喜欢 有些比如要合拍的话 那么那个题材我不喜欢 那我也我也不会因为有大 有小房回报 对对对对 我是能拍什么 我就拍什么 赶快拍这样 这是当然 有没有一个题材 我听说每一个艺术家 不管作家还是导演 到了一个年龄 比方说六十 心中有一部电影 我说有一个题材 你觉得你一定要拍完 你才甘心去 我很想拍一些故事 是讲香港的历史的 香港的历史 可是就没有人投资 跟比如香港跟澳门 有些古装的就是时代 跟比如有些西班牙装 清朝的装 炒在一起的 非常非常年前发生的事 我很想拍拍这种 因为我是殖民地的时代 长大的人 应该拍不这样的电影 可是我就找不到投资人 哎呀 我觉得挺 我都挺感兴趣 你像香港的那一段历史 行 走